一刀了 过来 可以 一刀了卢西安 跳追 想要继续去追卢西安在一个Q技能 开了屏障 没关系 应该还是能杀掉 好的 这波打成了 纳美应该也要死 纳美是没什么机会跑 送塔 好 NICE 那这样的话 ADC女警又拿了一个人头 两个人头一个助攻 这应该说是蜘蛛的越凑越勇吧 刚打黑了一波马上过来 这边是直接塞了一夹子 他踩了一个夹子 如果没踩这个夹子 说不定还真有希望把这个女警给偷掉 是 这次又来了 一刀 打一波半血 也并没有想要杀你 只是把你的血量打下来 让我线上的两个人更安全一些 你稍微这一波情绪是赚得非常非常的爽 很满波满 听走前把大招挂了 如果的话 其实卡萨丁 如果是跟杰补充这个补刀输的话 应该说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卡萨丁你是优势人 因为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杰前期是带来个大红药出门的 那个是350块钱 绝对比这几个补刀的钱要多 然后下路的话我觉得就是轻讯在小细节的处理上会处理的更好一点 因为你这个ADC和服务都舍不得回程 都一点点血 那我打野就要来帮一波 其实如果说WE一队沟通更好一点 就应该能够就是察觉到这个蜘蛛肯定要马上再来一波下路 如果他连续的来蹲下路的话 可能就不会出现刚才那种损失两个人头的 这边鳄鱼是把大招给开了 对 两个人是拼了一波 那现在在线上 WE这边唯一还有优势的就是来自草莓这边的鳄鱼了 但是其实没用的 这个压制的话 中路又来找这个杰 杰现在是有些危险 哎 杰被遗倒了 这个W晚了 是 但是皇子过来帮忙 Q到了 那这样的话减速到 也要拿着这个杰的人头 皇子一块脸跑掉 下路的话女神又是杀掉了卢西安 下路是个2v2 是 应该一时跃塔了 又杀掉双杀 有点无敌 这ADC是AllenW轻心队的唐心 完成了一次双杀 这样是一个6比1 脸上已经笑开了花 这个队员们 莫小溪 从前期4分半之前 对线的三路吃亏 到这个蜘蛛在下路又送掉一次 然后本来是感觉 已经有点小崩盘的这个局面 通过蜘蛛复活出来之后的这波干客 整个现在节奏是带了起来 WE这边形势不妙 除了上单的话 鳄鱼凭借这样一个英雄的情况吧 是还能在补道上压住了连加2 可以看到清迅好像打赢了以后 就是占了优势以后特别的开心 但是WE一队以后 就是这个再换人之后 可能他们之间沟通啊默契并没有那么好 是需要时间的 一般我就记得以前如果是WE是烈士的话 这个时候肯定会展开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 就是探讨下一步该怎么打 但是现在好像就只有微笑